Koma在電影院崩掉的隱形眼鏡說過 最近真的收到很多姐妹的私信 要我講Selena Gomez和Hailey Bieber 這幾天鬧上各大媒體頭條的愛恨請求 I heard you girl 所以我們今天來講 Maybe Bobby Brown 我保證Selena Gomez的事情我絕對會講 但是太複雜了 我們先往後放一放 說起這幾年最火的影集 怪奇物語一定榜上有名 這部Netflix在2016年推出的奇幻冒險影集 上線的前半個月就打破了王妃當時的觀影記錄 而去年推出的怪奇物語第四季 自影在口碑上再創高峰 成為了王妃觀看市場最高的作品 甚至影集體的80年代配樂 Running of that hill也因此再度走紅 是個37年登頂公告牌的熱門品牌 影集的主演Milly Bobby Brown自然也成為了這幾年好萊塢 炙手可熱的明星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2004年出生的Milly 她的人生並沒有因為怪奇物語的成功而一帆風順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 Milly Bobby Brown甚至成為了許多歐美觀眾嘲諷 甚至討厭的對象 所以 What happened to Milly Bobby Brown? Milly Bobby Brown 2004年的2月19號 出生在西班牙的Mabella 她的父母都是英國人 Milly其實並不是一個幸運的孩子 她剛出生的時候 就被檢查出了 佐爾聽力受損 不久之後呢 她喪失了佐爾的全部聽力 父母在她4歲時搬回了英國 在8歲時又帶著她移民到了美國的歐蘭多 而這也正是Milly Bobby Brown被黑的第一個原因 因為很多人覺得Milly的英國口音很假 YouTube上有這樣一個合輯 Milly Bobby Brown being British for 5 minutes and 7 seconds 影片的內容基本都是Milly在直播或者是採訪的時候 其他的嘉賓啊主持人 對Milly的英國口音表示很迷惑 這支影片在YouTube上收獲了將近兩千萬的播放量 底下的大部分評論 還算是蠻友好的 他們覺得Milly的口音真的很可愛 很多人也很理解Milly雖然是英國人 但在美國生活了那麼久 口音有些變化也很正常 但你如果在Reddit或者是Twitter上去搜Milly Bobby Brown accent 你就會發現大量充滿惡意的評論 有人說Milly的口音太做作 覺得他很假 有人覺得他的口音是裝出來的很凡人 而且這些評論並不是只在Milly剛成名的時候出現 是直到今天 仍然有許多Milly的黑本在拿他的口音大作文章 對此我真的不理解 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些口音 這很正常 我們都來自不同的成長環境和家庭背景 這有什麼好被批判呢? 語言的目的就是為了溝通和交流 如果口音沒有造成彼此之間理解的障礙 這有什麼好被糾正的? 而Milly Bobby Brown被黑的第二個原因呢? 就是許多人覺得他很不禮貌 在拍攝了Stranger Things一夜成名之後 許多脫口秀都邀請這群小演員們上節目 這時很多閒著沒事幹的算品又開始挑刺了 他們覺得Milly在節目上的表現很不禮貌 比如Milly有時候會在其他小演員講話的時候插嘴 還有很多人覺得劇組受邀使 Milly總是話最多的那一個 其他人都沒有發言的機會 這些採訪我都去找了原片來看 我真的不覺得Milly有某些人講得那麼粗魯 因為當時他們都只是一群剛上中學非常亢奮的小孩 小孩子唧唧喳喳的很正常啊 而且很多時候那群男孩們彼此之間也會插嘴 為什麼YouTube上沒有任何一支影片 去說這群男孩們缺乏教養呢? 僅僅因為Milly Bobby Brown最虎 就應該成為眾矢之地嗎? 把小孩子的天性批判成不禮貌粗魯 我個人真的覺得很誇張 還有另外一個片段 是Milly和怪奇物語的警長 David Haber在2017年接受採訪的時候 David在談論到了怪奇物語 接下去可能發生了劇情 這時Milly突然起身 悟住了David的嘴巴 Tiktok上有很多人拿這個片段舉例 說Milly有多無理 就她的表情對警長很不尊重啊 I mean come on 這很明顯就是在開玩笑啊 Milly也在去年接受Guilty Feminist Podcast的採訪時說 她曾經對媒體偏頗的報導 以及許多網友們對她的惡意解讀非常的沮喪 以至於後來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她在上脫口秀的時候都盡量選擇不說話 希望能夠當個隱形人 她害怕自己萬一講了太多話 網友們又會批評她粗魯 沒有禮貌 此外對Milly Bobby Brown的批評還包括 許多粉絲覺得Milly配不上她的名氣 因為她在怪奇物語裡的角色11 台詞也不多 說她演技好的都是在下吹捧 其他幾個小演員才應該收穫更多的認可 而且Milly因為怪奇物語爆紅 她的片酬也比其他的極位主演高出了50% 所以很多人想要遞其他的極位主演名不平 我理解許多怪奇物語粉絲的不滿 但劇本的設定11就是一個 從小在實驗室裡面長大 也沒有什麼社交的孤僻少 她剛從實驗室裡面逃出來的時候 連英語單詞都不會幾個 不怎麼說話 這就是她在影集裡面的人設 拿這點去否定Milly的演技 No man No man 還有人討厭Milly是因為Milly在2018年 艾美獎的紅毯上接受採訪時說 自己和喜歡隨著攜帶辣椒醬的加拿大武王Drake 是好朋友 她經常和Drake發短信 諮詢一些關於感情和男孩的建議 許多人都覺得Drake和Milly的友誼很奇怪 畢竟當時的Milly才14歲 而Drake已經32歲了 先不說忘年交這件事情有沒有那麼糟糕 但即使這段友誼在某些人眼裡真的是很不合適 那承擔主要責任的也應該是Drake吧 還有許多人說Milly2018年在TikTok上直播時 曾經說自己相信D評論 不過Milly也在去年接受Vanity Fair採訪時 說自己當時還是年幼五隻 現在他已經不相信D評論了 上述講的這些Drama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還好 畢竟在這個流量為王的時代 你無論做什麼事 說什麼話都會觸怒某些人 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對一個青春期的女孩而言 真的有點殘忍 根據Vox网站的報導 這一切都要從一個名叫Kelsey Fiona的推特帳號說起 在2017年的11月16號 一個名叫Kelsey Fiona的推特帳號發文說 她在機場偶遇了Milly Bobby Brown 於是想要與她合照 沒想到Milly居然對她說 你把頭巾摘了 我就跟你拍照 Kelsey當時就覺得被冒犯到 她說抱歉 這是我的信仰 然後Milly就很粗魯的把她的頭巾扯了下來 扔到了地板上 還踩了兩腳 這個推文一發出來 當然是引來了許多的質疑 有網友說 我不相信你是穆斯林 你頭上的照片上根本就沒有帶頭巾啊 Kelsey回覆到 那是因為我的頭巾被Milly Bobby Brown給扯掉了 其實這個故事荒謬到根本不需要反駁 畢竟這Kelsey的頭巾都不是她本人 是歐美歌手Megan Trainor 而且Kelsey為了證明自己是真的穆斯林 於是在兩天之後又發了一張照片 使Megan Trainor被披上了頭巾 其實這Kelsey是當時推特上一個蠻知名的版串帳號 她經常會發各種不著編輯的言論來惡搞明星 雖然Kelsey在推特上有一萬多粉絲 但過去一直都是比較邊緣比較小眾的存在 不過這次對Milly的惡搞卻讓她活了 因為無數的網友們開始效仿Kelsey 編造自己與Milly相遇的各種很不愉快的小故事 比如有人說自己某天在街上散步 沒想到Milly Bobby Brown突然冒出來嘲笑她 減減肥吧你這隻胖鯨魚 還有人說Milly不尊重猶太人 Milly和她FaceTime的時候做了咪咪眼 總之就是所有能被Cancel的糟糕原因 這群無聊的網友們都編了一遍 Milly的粉絲們也想盡力維護她 於是他們在推特上發起了一個標籤 We love Milly Bobby Brown 並和許多不明真相的路人們解釋 這些荒唐的故事全部都是假的 但這麼正能量的標籤顯然是敵不過網友們玩爛梗的興趣 接著對Milly的爛俗故事編造大賽 逐漸其中到了一個很奇怪的方向 那就是Milly Bobby Brown其實是個粉紅線風 許多非常無聊的網民 他們把Milly在Snapchat IG上發布的生活動態 進行拙劣的披露 加上一些對同志很不友善的言論 發到了Twitter 比如流傳最廣的是這張圖 我真的很討厭恐童症這個單詞 因為這怎麼能算是一個恐懼症呢? 我怎麼會害怕同性戀呢? 然後同性戀他用了F開頭那個冒犯性詞彙 還有Milly拿著一杯咖啡的照片配文是 剛買了一杯熱騰騰的咖啡 準備把它拖到同性戀的身上 依舊用F開頭的那個詞 還有網民轉發了推文說 牛頓在他23歲那一年發現了萬有引力 而Milly Bobby Brown在他13歲的時候就說出了 我討厭同性戀 更過分的是 有人把Milly坐在車上的照片 披上了這樣的文字 我剛買了一輛車 這個月剛好是同志驕傲月 我準備把它開上路 希望能撞到幾個game 雖然這一切的始作俑者Kelsey Fiona 在不久之後就被推特官方永久封禁了 但他捲起了這波浪潮並沒有就此消散 儘管大多數人都不會相信這些荒誕的故事 許多跟風的反串仔也僅僅是覺得這些爛哏很好笑 但他們卻完全沒有考慮到這場流量盛宴的主人公 Milly Bobby Brown這個15歲女孩的感受 在2018年的6月 Milly註銷了包括推特在內的許多社交媒體帳號 而他無聲的抗議也引起了主流媒體的報導 許多知名媒體都批評網友們對於Milly的惡搞 但直到今天對於Milly恐童的反串言論 都沒有消停 很多人會拿這只是些黑色幽默 或者說這只是低於笑話 來為這些爛哏辯解 但我真的不覺得一個15歲 也沒有做錯任何事的女孩 應該被這樣調侃 即使是成年人也很難坦然面對這一切 何況是一個心智還會成熟的女孩的 而直到現在對於Milly Bobby Brown的惡意 依舊隨處可見 在去年一檔在歐美非常知名的Podcast節目 BFS的兩位女主持人 就在節目裡面說他們覺得Milly是個 因為他們在看了Milly接受Hawans節目的訪談之後覺得 Milly是一個很有魅力且自知的女性 所以她是個 I was like what? 這期節目發布之後 自然也是受到了Milly粉絲們的圍攻 我不知道一個人要多麼閒才能花這麼多的精力去黑一個 根本就沒有犯什麼錯的女孩 我真的不理解 為什麼這麼多人會對Milly Bobby Brown 抱持這麼大的惡意 僅僅就是因為嫉妒嗎? 無論如何 我還是希望Milly的事業能夠繼續一帆風順下去 希望她不要過於在意網路上的流言蜚語 很多時候連身邊人的評價 我們都不會太在意 為什麼要管連一面之源都沒有的陌生人酸言酸語呢? OK 這就是今天的故事 Bye